HELLO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是KUGA 那KUGA的話我其實也忘記 也沒有在公司裡面開過濕波 可是這部車因為有幾個 KUGA裡面社團的車主也是經理的朋友 所以在北區很謝謝車友們有幫我們推薦跟介紹 所以即便中區安裝的車友服務的數量不及北區多 只是相信KUGA的產品在車友的推薦之下一定能夠越賣越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秀的是這一支很奇怪的劍 因為這一支很奇怪的劍是我們公司裡面一個很ㄎㄧㄤ的同事 他今天收到了生日禮物 那我們就讓他上上鏡頭 然後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喜悅 那今天這台KUGA是2.0 車主告訴經理說 這個代號是6T 6T指的就是2.0升的汽油引擎 那這一顆引擎呢 這一台是四驅的版本 而且這一顆的引擎的動力 有大概240幾公里 所以這個基本上它的動力呢 都相當的不錯 那底盤的話 畢竟這一台是休旅車 如果車友們呢 要跟其他的車種來比較底盤的話 那也許它會比Toyota的RA4這些的操控性還要來得好一些 那如果要更像是進口車系的 像是X6的F15 F16之類的休旅車 那也許這樣的底盤設計 在操控上的話 那就不及這些車款 但是基本上這一台底盤 以休旅車來說 算是相當的不錯了 如果經理本身呢 開過很多車友們 改裝避震器之後 試車的感覺 自己覺得 這台車第一個 要需要強化的 反倒不是KT的避震器 第一個 反倒是前面的煞車 因為這台的煞車 基本上它的自動力道 我自己覺得不是很充裕 那這部車 車友已經有改過了前面的煞車 所以今天要來安裝的是 KT的道路板的避震器 而且在鋁圈的部分 零場的鋁圈很重 所以鋁圈的話 也都已經升級過了 那今天要改裝的是 KT的道路板 道路板的配置呢 前面的彈簧是 8公斤 後面是7公斤 那還有 車友的話也要劣降一指幅 所以劣降一指幅之後 後輪的輪胎的角度的話 Camber的覆蓋就會變得比較趴 所以一般呢 我們都會建議車友 要改裝 兩腳調整器 所以車友的話 也有改裝兩腳調整器 那基本上這部車 以原廠的避震器來說的話 它後輪的Camber角度 就變得比較趴 就有可能會吃輪胎的內側 會輪胎一場摩耗 所以就會建議要改裝 兩腳調整器 那當車身降低之後 這樣的需求 又更迫切了 所以今天不只是改裝KT的避震器 還有安裝後面的兩腳調整器 所以這個是 車友觀念也很棒的地方 那這一個是原廠的避震器 這個是前面的懸吊 那後方的懸吊在這裡 前面的話一樣是一個 獨立式的麥花枕 所以它的兩腳是插入式的 它就沒有辦法做一個Camber的調整 所以上面的話 上座的話 KT就有附一個上座了 這部KUKA 不只是前面上座KT有附 後面的上座 KT都有附上座 那這一個彈簧 可以看到它的行程 特別的長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那後方 這個是彈簧上附的橡皮 上附的橡皮的話 KT有附一個Hiroki 也附一個橡皮座 所以上方的話 是不需要沿用黏槽 可是下方呢 一些零件的話 就是需要沿用黏槽 這個是一整體擦下來的避震器 那這個是後方的羊腳 原廠的話 它的孔都是固定孔 所以它也沒有再配上偏心螺絲 它沒有偏心螺絲 所以它後方的羊腳 基本上是不可查的 可是後方的頭印 竖腳的話 原廠就有側側偏心螺絲 能夠同步調整竖腳 還有圍復的羊腳 可是羊腳的話 還是建議要把羊腳調整器 它可以調整你的距離呢 可以調整的幅度 幅度才會變得比較大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方好了 後方的話 彈簧跟避震器是一個分開的系統 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羊腳調整器 那羊腳調整器的目的呢 就是藉由這兩個之間的距離 這裡螺絲鬆鬆的 可以看到這個的目的就是在調整 這兩個螺絲口相對的長度 它就能打進後輪的camper 所以這個是後方的羊腳調整器 你看這個還要硬要把這個 那個劍還要組一下 那這個是後方的筒 後方的筒 後方的筒 在上座的話 鏡頭不小帶不帶得到 上座的下方呢 就有一個可以調整屬鈴 調整軟硬的地方 那這個旋鈕其實很方便 車主可以隨著自己想要的軟硬度 來做調整 這個是後方調整軟硬的部分 是在避震器的上部 在上座的下方 它在彈簧的部分 這裡彈簧上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 就是在調整後方的車高 所以後方的筒身 它怎麼調長調短都沒有辦法 改變車高 車高的調整 是在後彈簧上方的這個調整機構 我們把調整機構拉長 它再加上彈簧的長度變長 之後它的車高就變高 相反的 如果把它的調整機構把它縮短 它的車高就會變軟 因為背景聲音很吵 因為還在陸續施工當中 請大家多多包含 所以這個後方車高的調整是在這裡 那這個筒身為什麼能夠調長短 而且它並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那幹嘛讓它調長短 它的用意啊 就是再來取決於彈簧的筒 如果我們把這個筒身整體的長度 縮得很短的話 它的筒簧就預載過多 就不好做 所以這個筒簧就是剛剛好 預載3到5mm就是剛剛好的一個幅度 所以這個是後方筒簧 預載的調整是在筒身 所以這個筒身特別特別注意的地方 這整台車安裝了0.5mm的重點 是在後方的筒身千萬不要說得太爽 在這裡有一些防塵套啦 滿頭這些都是不需要沿用原廠的 這些就直接KT就有附這些配件 這個是後方的車高調整 阻尼調整還有後輪的Camper調整 就是都在這裡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 車友已經有改裝了那個多活賽的卡片 剛剛經理一開始影片當中提到 以KUKA的車來說的話 它的自動力道其實是在改裝裡面 自己的我自己主觀的認為 它是第一個需要提升的部分 那底盤的話 再配上比較好的煞車 甚至比較好的胎圈 那它整體的操控性的話 就會跟一般的底盤 比較好的一些轎車呢 其實不相上下 畢竟它的本質就不錯了 再加上它的動力馬力就兩百多片 所以它整體的一個操控表現的話 是相當相當的優異 那這裡的話 像是這個已經有改了多活賽卡前 它有油管 它這裡有變成金屬油管 油管的固定架 還有這裡有一個ABS感應線 這些的感應線的扣具位置 就是跟原廠一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世代好像沒有看到 它本來這裡有一個斜正塊 那斜正塊的話 因為改裝電源器之後 可以不用裝 所以裝好的樣式呢 就會像這樣子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 跟後方彈簧地震器分開的結構 就不同了 前面的車高調整比較單純 它單純是把桶針的長度拉長之後 它的車高就變高了 如果我們把桶針縮短 它的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前方的車高調整 是靠這個齒輪狀的扣盤 我們把它旋裝之後 它的桶針調長 車高就變高 所以調高調低調低 是靠這個相對的位置 來改變車高 但上部的這些零件 KAT在出廠設定的時候 彈簧都已經預展設定好了 所以這個上部的這些零件 都不用動 都不用動到 所以調整的話就只有調整這裡 這個是在調整車高 軟硬的部分 以KUKA來說 就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它是鎖在地震器上座的裡面 所以前面的話調整阻尼的時候 這個試蓋是需要拆掉 才有辦法調整得到阻尼 這個是前面的調整部分 那這顆引擎就是福特2.0升 Eco Buster 200多匹的一顆引擎 所以它的後續動力提升的空間 也都還蠻大的 在寫個ECU再強化一下的話 大概270匹280匹都不整問題 那另外的用料部分的話 來介紹一下KT它用料的部分 那像是在主名友的話 KT所使用的主名友 是義大利IP的主名友 它是一種統從義大利進口IP的主名友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都相當的不錯 那這個油品 不像是一般時下的機油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油品也好 它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 並不是 它是一整桶從義大利進口過來 所以它的油品的來源就是義大利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相當的不錯 那缺點應該是說我們的購買的成本 或是較高 那這一個的攸關到避震器壽命 很有相關性的油風 油風的話 就是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風 所以這個也是日本很知名品牌的油風 所以KT的用量整體的話都相當的不錯 那會有一些車友們會詢問的 那這台車基本上它的底板已經很不錯了 那為什麼需要來改裝避震器 那改裝KT避震器或者是辦其他品牌的話 其實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車高 能夠隨著車主想要的一個車高來做設定 譬如說這台車它已經有改裝的旅圈 那車高如果跟原廠一樣高的話 看起來的協調性的話還是沒有辦法那麼好 那像我們一般時下看到的一些跑車也好 它的車身都是非常的低矮 那當重心降低之後 操控的穩定度自然就提升了 所以一般來說 車友都會想把車高降低 第二個部分就是 每個人需要的操控的軟硬度是不同的 那改裝避震器通常它都能夠隨著自己想要的軟硬度來做調整 所以改裝避震器 KT的第一個高低可以調整 第二個軟硬可以調整 這個是產品的一個改裝之後的一個優勢 那KT本身是一個製造避震器專業的工廠 所以這些避震器改裝避震器也許有可能用了兩年三年五年之後 有可能需要翻修 有可能防塵套破掉了 有可能上座的軸繩壞掉了 但是這些的話對KT來說都不用擔心 因為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可以針對這些單一的零件來做汰換 不必說我們壞了一個防塵套需要整支換掉 不用齁 我們壞什麼東西就找KT換什麼東西就可以了 而且我們從北基隆到南部的話 高雄或者是華東甚至是宜蘭 都有一個店家可以為車友們來做安裝跟服務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說對產品有任何問題的話 請不用客氣喔 我們在文商的標題上面都會打上公司有一個官方的LINE 可以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以上是今天福特KUGA 我再看一下小超 6T吧 2.0升渦輪引擎是6T 我記下來了 6T的一個安裝KT的一個避震器的介紹 那很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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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